不用上健身房的秘密 就是我的 幾乎每一個帽T或外套裡面呢 我都會去加墊肩 因為我的教練說 哎唷 變壯了 我說沒有啦 就墊肩 脫下來 肩膀窄跟什麼一樣 Shales跟我說 小看老師 我特地幫你留了這一顆 全台灣就一顆這個包 我就看照片就買了 現在每一間店都有一顆 好 這個怎麼樣 我來二手拍賣好不好 可以 我賣二手拍都是三折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完美研究室 我是巴小玉 今天看我這一身貴氣 又有學運風的打扮 就知道 我們又要來大家 引頸期盼的 名人豪宅開箱單元了 我跟你講 這位名人 我們真的喬了非常非常久 大概喬了快半年吧 才終於可以來開箱他的新家 大概呢 前陣子他又做了一個 小小的改裝 所以聽說 裡面非常漂亮 來來來 我們把門牌遮住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別走 嗨 讓我歡迎小凱老師 歡迎光臨 歡迎來我家 我家基本上沒有客人 除了立足以外 有長輩來過 之後就沒人了 真的喔 今天是最大托的 老師你家真的 這個也太 太極簡了吧 一進來看到的就是工作桌耶 因為你知道 人生很忙碌 生活很擁擠 我希望回到的家 就是有留白跟很空曠的感覺 這麼大的工作桌 在這邊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了 其實它是一個 我很愛的品牌的系列 我很著迷於他們家的 所有的家具 所有家具 這是什麼牌子的 是一個義大利的 叫Kasina的品牌 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用了就回不去 真的喔 每一個家具的細節 然後那個品味 就是家裡可以很空 可是東西一定要用 很好的 很不錯的品質 那這一張呢 這個的話呢 這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品牌 Konhart他們家的 訂製的椅子 就是可以秀自己的名字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你的名字 Kai AI 對 對 這個櫃子也是那個Kasina的嗎 也是Kasina 我們怎麼今天變Kasina置入是不是 沒有沒有 Kasina沒有置入 但是光講Kasina出去 大家大概就知道 那個level在哪裡對不對 怎麼都沒東西 我都盡量丟東西 不可能沒東西沒錯 可是我都盡量 定期就要清東西 因為不希望家裡太擁擠 不可能啊 你的工作一定會得到 非常非常多的 各種不同的 用的東西 然後我每定期都會送人 送到身邊朋友價值觀都偏差耶 我們的價值觀早就偏差了 什麼又送我海洋娜娜 好厲害喔 海洋娜娜是最基本的 這個它是一個小城堡耶 對這是這個義大利品牌 Fona Sati他們的香氛系列 它就是有一種 它有一點香草 有一點度假感 有一點地中海的那個味道 有一個甜味 對…就是很溫馨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真的很好聞耶 對真的真的 這個家裡面 因為我一個人住嘛 所以它就給我一種 很豐盛很豐富的感覺 有人陪伴你的感覺 對… 所以平常也會點嗎 不點 還是捨不得就放著 其實蠟燭我現在都不點 因為放著就夠香了 對 它有太多人陪伴的感覺 對… 沒錯 聽起來怪怪的 這是一個音響 哇賽 對 好漂亮喔 我家裡的每一個角落 都有這個品牌的音響 因為它可以用一台手機 操控全市的聲音 然後同步按下去就是整間 好棒 真的很棒 這個很推薦 然後我看到你很多的門 都是隱藏的 對 它是一個儲藏世間鞋櫃這樣 哇 登登 哇 好正式喔 請進 老師你的鞋全部都是黑白灰的 對 而且很多都同款的 你看像這種 你光做Dior鞋有三雙欸 對 人家都問我說 白鞋怎麼保養 白鞋沒有什麼好保養的 白鞋就是一定要穿新的 這個好像帆布鞋一樣的東西 就是穿起來就有一種 休閒中帶著貴氣 低調的奢華 對對對 我喜歡那種很隱約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鞋型 會讓你的那個腿 跟小腿看起來比較長 這個襪套鞋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鞋子之一 嗯 對 因為這雙鞋 你看我也有備貨 你看 我看我看 全新的 哇 就是這雙真的很神奇喔 如何的神奇 我只要穿這雙出去走在路上 一定就是會被各種的 行注目裡 喔 真的喔 對這雙鞋真的是 很多超難喜歡的 然後現在買不到了 買不到了是不是 所以才捨不得穿這個新的 對 所以這雙非常的推 一定要留到特殊的場合在穿 沒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咪 現在緊急插播這個影片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最近呢 很多人看到我都說 凱咪啊 為什麼你都不會老 對啊 人怎麼可能不老 像最近呢 我就發現自己身上 也有一些你知道 老化跟歲月的痕跡 比如說 輪廓沒那麼緊實啦 有一些細紋啦 有一些鬆弛的狀態 所以呢 愛佩要用的我 怎麼可能允許它 發生在我臉上 我素顏 素顏來到米蘭診所 來拜訪一位 哇 美容界神級的人物 歡迎 鄭醫師 大家好 我是皮膚專科 鄭房文醫師 凱咪好 今天呢 真的很開心 可以來拜訪你 因為呢 我覺得 最近啊 我深刻感受到說 哇 真的 歲月這件事情 會留下痕跡 我感覺到 好像 真的 不得不面對那個 老化的感覺 怎麼辦 每年每年膠原蛋白 百分之一的減少 你的皮就越來越鬆 周邊的那個整個 凹凸凸鬆垮的感覺 就變得看起來 就跟以前就不一樣 就是我發現 大家都很在乎 皮膚的緊實跟提拉的感覺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東西 來改變這個 皮膚的狀況 非侵入沒有傷口的 這個前提之下 音波拉體 會是一個我們非常常用的方法 音波 Come on 剛出的時候 我就打過了 那現在的音波 跟我十年前 打的音波有不一樣嗎 第一個就是 會建議大家在選擇 音波的療程的時候 我們去選擇安全有認證的 同時通過 台灣的FDA 衛福部 以及美國的FDA 所雙認證的 這樣子的一個音波儀器 那第二件事情 是有一個 即時影像系統 可以讓醫師在施打的時候 做參考 即時操音波 現在是可以直接有影像 然後在施作的過程 去透視就對了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影像的時候 你就只是在盲打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你的錢 更精準的花在刀口上 而且去避免這個不應該去施打到的 可能會產生腹中的危險的區塊 聽完了正義師的分享之後呢 今天要來重拾 那個皮膚那種 對於緊實 然後呢 緊致的那種信心 不用擔心喔 今天你要接受的治療 是來自於美國音波Athera 它已經有兩百萬人次的使用經驗 有超過五十篇的國際臨床論文 研究 證實它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 我們都知道 在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要先找X光啊 找超音波 來瞭解身體內部的情況 在做醫美之前呢 如果也可以透過超音波 來了解肌膚底層的情況 精準有效的治療 是不是更棒呢 當下我就決定了要做 美國音波Athera 透過醫師專業的諮詢呢 感覺非常的安心 同時呢 我也見證了美國音波Athera的 SPT 黃金標準流程 它能夠大幅的降低 施打音波時的痛感 而且呢 可以更快速的看到效果 那美國音波Athera 它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 即時先映的系統 那我們可能會進行一個 SPT的一個程序 就是先看深度 然後Plan 規劃表如何 再做治療 這樣會做一個最精準的治療 這個位置 和到整個臉頰夾側的位置 其實4.5的探頭 剛好都落在你筋膜層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這個探頭 去做加強 那另外一側 它筋膜層會比 4.5再來的淺層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在下方 這地方的深度就會 再選擇更淺一點的探頭 去做施打 那醫生也有提醒我 市面上有很多這個 低價的音波儀器跟探頭 是沒有原廠認證的 所以呢 我們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花冤枉錢當冤大頭 花錢還是小事 如果肌膚燙傷了 那真的是得不償失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簡單的四個步驟 讓大家能夠來辨識 美國音波Acerra的 原廠機器跟探頭 提供給大家參考 因為有SPT黃金標準療程的 這個透視機裡的輔助之下呢 它可以讓我們在施打過程當中 更舒適 那個體驗更好 因為我自己很怕痛 但是呢 這次的體驗 我感覺是 完全可以接受 OK 沒錯 所以呢 選擇原廠認證的機器跟探頭 經過醫師的評估 選擇適合自己的療程的計畫 才是最好 最安全的 有效的方法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擁有 非常漂亮 健康年輕的肌膚喔 哇 又是飯店的味道了 沒錯 我們家就一房一廳啦 所以這個本來 當初設計的時候 這邊的格局就是這樣嗎 建商隔了四房 然後 然後你做成一房 一房 就被所有的長輩打死了 就說你怎麼 你這以後想賣賣不掉 我說 就不要賣不掉就算了 很理想的一個住所 對 因為我想說 就是空間可以保留的 空曠一點 好漂亮 而且加上今天的天氣這樣 對 今天天氣真美 整個拍起來 那個光超美耶 對 但老師我們不知道 床上已經有人了 對 這是 怎麼會 他叫阿熊 那這次是陪我從小到大 是我的親姊姊 送給我的一個生日禮物 然後牠已經 木姊姊已經在天上了 所以我就把牠留著 就很像我姊姊 對我的那個 你知道 關愛都還存在 這隻小的呢 是復刻版 復刻版阿熊 就是我把這隻阿熊 送到娃娃工廠 然後請牠們照牠的樣子 做了一隻新生兒 我做了五百隻 然後做義賣 對 給我的品牌的粉絲 去做公益 他們好幸福喔 老師讓我們看一下 你的這個算什麼空間啊 這邊是我的浴室延伸的一個乾區 所以一整個展示櫃 都是你這一張臉 在使用的保養品嗎 對 我的保養區 很多是我自己平常買來 測試的產品 有些是廠商寄給我要適用的產品 因為有些要合作 那我就會先適用 所以我都會認真用 然後真的用一段時間在決定 他們真的好整齊喔 然後你折到每個字的 面那個面相都一樣耶 你有強迫症嗎 好像有一點 我有一點強迫症 然後這邊就是洗完澡出來 這邊有個鏡子嘛 然後我就在這邊保養 然後看著自己最真實的狀態 你是說都一絲不掛的時候 一絲不掛正在你現在這個位置 你是這樣站著 還一定會擺一些姿勢 就是這樣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看一下 自己身體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 要面對很真實的自己 包括除了心靈以外 你的身體也是要 看看 留意一下 老師你的浴室 會不會太乾淨了一點 一點水夠都沒有耶 連這個淋浴的門都沒有水夠耶 我們家最厲害的就是 玻璃呢 沒有水夠這件事情 這太難了吧 不難不難 因為呢 沒有水夠的訣竅很簡單 就是洗完澡就是擦乾 就這樣 這個如果一天不做會怎麼樣 沒關係 緊繃是 三天 一定要刮一次 你家裡呢 就是乾淨的玻璃 就是豪宅 現在來到老師的更衣室了 是的 更衣室這邊 這邊有一個香水展示櫃 對 這是我的香氛區 為什麼他們要分成這樣擺呢 一個就是比較我經典常用的 經典常用是中間這一區 比較好拿到的 對對對 日常常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是買來玩玩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香氛界勞斯萊斯的吧 用上去之後可以香一個禮拜 好厲害 洗澡洗不掉喔 來我幫你弄一滴 確定 你一個禮拜不用洗澡 一滴就好 這邊手腕 但它的香味很 很 很 在身體裡 它的香味會在身體裡 超香 超香 然後它就會跟你的肌膚融合 而且這個就台灣就是 就近兩瓶 我都買了 蛤 所以買不到嗎 買不到 目前買不到 這個就才好像才5ml吧 我今天都要這樣走路 我要讓大家都聞到 書畫區跟更衣區 你都喜歡很大的工作區域耶 對 因為不能憋憋的嘛 但又很簡單 東西沒有到太多 對 但是一些雜亂的東西 還是會把它收進去啦 就是看不見就好 看不見 桌面盡量留白 然後這裡有一個好可愛的 小吹風機喔 這個 這個是我用了大概有20年的東西 這個嗎 這個超好用 這就是你常常去那個什麼 理容院有沒有 那種老師傅在用的那種 超高溫的 你不要燙到 太近的時候會很燙的那種 對 它溫度很高 但是風很小 它可以專門來就是 矯正那個髮根的髮流 就這邊 對 這種 對 這要非常講究細節的人 才會知道它的好 這個很貴嗎 要250而已 可以入手耶 兩三百的東西 你說現在這個還買得到嗎 買得到啊 這都是老師傅在用的耶 老師那我看你的衣服 好 黑白灰或是帶點燕麥色的 對 這是極致了 有點燕麥色是極致的 你都沒有任何其他顏色的衣服嗎 過年穿紅色 不行接受嗎 我跟你講以前就是 以前還有在錄影的時候 特別節目 過年都交代說要穿紅色 對啊 我跟你講 真的嗎 就後來他們說 沒關係 那唯一個紅色圍巾 老師你穿一定好看 大家都要說 沒有 不會老師你可以的 紅色圍巾也不行 然後就硬著頭皮去買紅色的衣服 穿起來 超土 老師我看你的這些衣服 肩膀都特別寬耶 對 其實有個秘密 什麼秘密 你既然來了 對 對我們家最大的秘密 你現在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 因為男生很在乎就是比例 那男生女生穿衣服都要比例很好 那你知道比例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肩寬 那你肩寬你就要去健身房練肩 很累對不對 還練不大 你已經很壯了耶 沒有我跟你講我的秘密 不用上健身房的秘密 就是我的幾乎每一個帽T或外套裡面呢 我都會去加墊肩 帽T也有 就是運動用的 就是運動的 對 我連運動都不放過 因為我的教練說 唉唷 變壯了喔 我說沒有啦 脫下來 肩膀窄跟什麼一樣 等一下我一定要 可以讓他們看 肉眼看得到的嗎 可以 肉 你不要好赤裸 好啦 你自己要公開秘密的 完蛋了 各位 這請阿姨縫的是不是 阿姨也覺得很離奇啊 阿姨應該沒遇過這種客戶吧 這是帽T也 對 老師你今天穿這件 應該不會也有墊肩 可以嗎 沒有啦 這件沒有 你檢查 這是真的肩 真的很壯闊的肩膀 對 真的 肩不嫌寬 肩越寬 頭越小 倒三角一定要的 好 我們學起來了 學起來了 可是你不可能每一件都縫吧 幾乎每一件啦 然後我會有一個打底衣 什麼叫打底衣 就是我會有一件 是已經縫好墊肩的那個 罩衫 然後呢我就穿它之後 再穿我要穿的衣服 就任何衣服都可以搭到 對 然後像這件帽T 也有 你看我自己摸 我真的沒遇過耶 老師 我跟你講比例太重要 因為這種Oversize的 如果你肩膀不夠寬 你看穿起來就會 穿起來就會很滑稽 滑滑的這樣 Oversize的你肩膀一定要 像老外那種比例好嗎 所以才會有那種 不經意的感覺 可是這樣子 對大家公開你 你真的OK嗎 OK啊 我本來就打算想分俠嘛 對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學起來 我覺得今年 農曆年前那些採訪阿姨 會超忙的 墊肩墊起來 你可以套一件 然後走一個很有自信的Catwalk 給我們看嗎 就這件 你看 你看他的肩膀 有耶 然後就這樣套一下 整個變雜質 哇 哇 老師 有肩膀的人 老師這樣你都沒有一些 名牌包阿或是什麼的嗎 好啦要看包就是 可以看嗎 不免俗還是有一兩顆可以介紹 有啦有啦 有啦 這就是我的愛牌 Balenciaga的大包 哇這個好好裝喔 這是我的工作包 是拿來比如說出外景 或者是有些攝影棚工作 需要帶很多道具 然後不想用一般太醜的袋子裝 對 所以我都是拿這個來當工作包 這已經用多久了 這個用大概有快兩年 狀態很好耶 對 對 東西就是要用 然後就是隨便用 這個是 Sales跟我說 嗯 小開老師 我特地幫你留了這一顆 全台灣就一顆這個包 我就看照片就買了 嗯 對 欸他摸起來好舒服喔 後來現在每一間店都有一顆 Sales的電話給我 後來我想說 那怎麼可以這樣欺騙你的感情 算了啦 沒關係啦 欸這個怎麼樣 我來二手拍賣好不好 可以 對啊 老師你打個就是八折 我覺得一定大家搶風 八折 八折有人買嗎 我賣二手拍都是三折 喔 你什麼時候要開 先留 先幫你 什麼留下來 後衛名單 三折 那這麼太好看喔 三折欸 這還沒背過啊 我多亂賣啦 因為看人啦 對 就是 就是如果是 這太佛心了吧 孝順的人就三折了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登登 老師你不是說你不浮誇的嗎 老師你不是說你不浮誇的嗎 哈哈 這些Bling bling是什麼 哇 這也太多了吧 老師 所以我們剛剛從進門到現在 你剛剛都在糊弄我們啦 要糊弄你 哈哈 這一句 很像打開那個寶藏一樣耶 這個齁 對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 你都有在用嗎這些 有的有的有的 這太多了吧 因為我要必須要說 因為我的衣服都很簡單 對 所以我更重視飾品 你看這個 好漂亮喔 對剛好也很會挑耶 這是我最新的戰利品 最新喜歡的嗎 對對對 LV的耶 老師你可以戴看看嗎 好 戴上去就是 哇 很有錢的感覺 很有錢 像這個項鍊也是他們的 標誌性的一個 符號 然後 一個鏈子這樣子 這是你最新喜歡的 對最新的 可是什麼時候會帶到像這一種手環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牌子 YSO去年的秀上 男模出場第一套衣服 所有的東西我都買下來 包含這一個 這個也是收藏 這也好漂亮喔 對這很漂亮 這其實呢它很棒 它是可以各種的帶法 比如說你穿襯衫也可以把它 圍在那個領子的前面 好亮好亮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呢你也可以隨性的這樣 繞繞的這樣 可以 這種隨性不經意的感覺 好看 這個也是我買到很開心的單品 好看 這一櫃是比較季節性的收藏 老師 這是 各位觀眾這是什麼 剛剛我們說的一切是什麼 對 極簡是什麼 老師是被誰迷惑的 穿上去就被自己迷惑了 對 是哪裡遇到他的 在我朋友的店 有沒有 就是 因為我想說 有些主題活動啊 你需要一些有質感 然後呢又要有話題的東西 所以這個只是買來就是 為了可能有些什麼派對 然後呢要幹嘛的時候 你不用再去找 我就看到先買下來 可是你還沒有穿過 還沒有穿過 這不是平常的我要再澄清一下 我平常是很低調的 我們現在很難相信你講的話了 真的 對 你看這個 太難說服人了 各位你看 是不是 有肩膀的人 好看 有肩膀有手臂什麼都有了 就不用去健身了 對啊你看起來超壯耶 對啊這樣子 老師那我們就穿著這個來ending可以嗎 好啊 我們真的很開心 今天可以開箱小凱老師的家 大開眼界了 從一開始的極簡到後來的浮誇 大家都開始 跟認識小凱老師不為人知的一面 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來預告一下 我們完美研究室的1月號封面人物就是 方志友 他要跟我們介紹2024最新的流行美妝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訊息的話 就上我們女人我最大的官網就可以知道囉 那在這邊再次謝謝小凱老師 謝謝 完美研究室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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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